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光临NU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石建叔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和大家分享到1955年石建叔拍摄过的电影 今天就将会由1956年开始讲起了 1956年方世玉二舊红器官 黄飞鸿观山大河首 黄飞鸿三气吕标诗 黄飞鸿水底三琴桑鼠脸 迫血因寿万种情 欧云使者 白鸿英雄传 黄飞鸿独被斗五龙 慕美人 黄飞鸿想师会其论 黄飞鸿路吞十二师 黄飞鸿花艇风云 黄飞鸿二舊龙母庙 大地回春 黄飞鸿大闹花灯 虎将奪黄飞 黄飞鸿余金凤 黄飞鸿伏二虎 黄飞鸿鸟鸡斗不攻 黄飞鸿龙舟夺感 黄飞鸿沙面伏神犬 黄飞鸿黄飞鸿小北江 黄飞鸿红船千霸 旅合响美追云彪 黄飞鸿二舊卖鱼餐 黄飞鸿天后廟进香 铁鸿伏鸿三回英爪王 黄飞鸿雷台彼舞 黄飞鸿古志救情曾 黄飞鸿大闹河山 黄飞鸿火燎大沙头 坤鱗爐夜到红烧 黄飞鸿大战伤门底 黄飞鸿七师会金龙 南海拳王夜到梅花马 黄飞鸟叠血马安山 黄飞鸿大破飞刀党 黄飞鸿血浅姑婆屋 拿渣大闹天宫 七盒十三剑的上杂 黄飞鸿二龙争珠 拿渣闹东海 风火鬼头刀 铝合红蝴蝶 黄飞鸿河南浴血战 鱼长剑 水鸿转之智取生神光 黄飞鸿施黄增霸 燕之马三斗黄飞鸿 黄飞鸿夜探黑龙山 关公千里送嫂 第七号司机 方世鸿路打拳龙王 奸情 师王 两玉搏猛虎坑 黄飞鸿大破金钟罩 黄飞鸿鸿河南浴血战 黄飞鸿河南浴血战 黄飞鸿河南浴血战 方世鸿三打拳龙王 方世鸿三打拳龙王 黄飞鸿大破马家庄 黄飞鸿河南浴血战 黄飞鸿河南浴血战 抄够粮瘾 黄飞鸿西关抢身粮 赤鸿英雄串 全然是有艺 dimin 黄飞鸿河南浴血战 黄飞鸿五毒斗渌龙 黄飞鸿河南浴血战 黄飞鸿隆战 大闹龙凤江,碧血剑,方世玉血战乾坤罩,火葬烂头可, 黄飞鸿,异冠彩虹桥,白发魔女传的下集,射雕英雄传的第二集, 石坚原来在射雕英雄传里面是做黄若狮的角色, 黄飞鸿被困黑地獄,无兵施令,黄飞鸿气盆伏虎, 七剑夏天山,这就是梁雨生的武俠小说, 白发魔女传,大结局,七渡九龙杯,七合五二夜探冲烧楼, 十兄弟,十兄弟里面石坚就是做大水, 碧血剑的下集,石坚就是做敏子华, 星星王大闹天公,石坚就是做那个星星王的化身, 一条路,一条路那个路,大破同网阵, 这个是1959年了,1959年就还有白发魔女传的上集, 石坚就飞演铁飞龙, 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石坚叔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又暂时要休息一下, 喜欢这条片的朋友,请你留言,点赞,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分享这条片给其他喜欢石坚叔的朋友, 那另外,如果还没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你多多订阅我们这个阿N与哈林频道, 好,下一条片再见,拜拜。